okay Hello 我係瀚盛軒 You are watching TOYZ TV 歡迎各位收看TOYZ TV 我是Brian Lowe 這集是《圓形不老》為大家介紹兩個產品 首先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經典的Mk III 1比9 模型 片頭的Iron Spider和Mk 50 成品派的片真是發覺不錯 這隻Mk III會不會帶給大家驚喜呢? 果然這款模型會提供一個獨立修理當中的Iron Man Mk III 連同一個修理台 完全獨立於一個完整的Mk III 即是這盒產品可以砌出兩個模型出來 比影片的朋友未必每個砌過魚母的模型 不過來講講這個模型的成份 裡面擺放有ABS、PVC、POM、電子部件、合金部件和LED 全高24cm 即是這個系列模型的製作成份 都幾接近這些完成品的Action Figure Action Figure當然是內玩一些 但拿出去外拍或者放不同的Post 這個模型我相信絕對不是問題 可動性高還有特效部件 另外一個亮點 模型來說是眼、胸口都有LED燈 開關還用了較為方便的設力棒 又不用拆電又不用擔心擔心 現在還可以用這個QR Code即時預訂 終於輪到另外一個經典登場Mk II 沒錯我認為Mk I-Mk VII就是絕對Iron Man的經典 不經不覺原武道已經推出了五款Iron Man和一款Iron Spider 裡面有普通版和Deluxe的賞色版 而最近Mk 46、47和Iron Spider都只是推出了豪華的賞色版 這款Mk II和剛才Mk III都只是推出了豪華賞色版 而這款Mk II可能我見過當中唯一一款純銀色Iron Man 不如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下 羽毛度是怎樣處理豪華版 即是在廠裏面它將所有的部件都預先賞色同朋友 加上一項都有的素組設定和全隱藏水口位 玩家自己砌的Iron Man轉型都會非常高 產品設定方面和剛才我提及的Mk III基本上都差不多 當然一定有LED的胸口和眼燈 說到出貨的時間是今年的4月 而Mk III就去第二季 如果想儲齊Mk 和Mk VII 這兩貨一定會入 看完這條片直接開 都回到KR Code 直接給我們香港官方的代理和推地直銷店 網上訂購吧 要為何跑回一個Aparman出來呢? 沒錯,這是同一個代理和開發團隊研發的Aparman 接近一千塊的部件 砌了一個30cm高的完成品 絕對可以馬上掃到便可以玩 值得再次推薦吧 這集先說到這裡 我是Briano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Bye Bye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片尾為大家分享一條很有氣勢的我拍文片 值得再看 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